我爹的病来得很蹊跷 死得也很仓促 他还没来得及将家业交给我 便咽了气 还好如今天气渐冷 我立刻吩咐家人密不发丧 赶紧去做一件大事 那就是招个上门女婿 陪我撑起这个家 我爹无子就我这一个女儿 他早年为了操持家业 还要帮扶我那些个亲戚们 积劳成疾 身体是一向不好 人到中年 才发现西夏只有我一个闺女 虽然带了两个姨娘入府 但终是没能给我再留下个弟弟妹妹 如今我家只剩下我和我娘 还有两个姨娘 族人们若知道我爹死了 一定会毫不留情 将我们孤儿寡母赶出去 然后霸占我家的财产 这样的是 在这个大家族里曾经发生过很多次 被赶出去都算幸运的 还有人被卖到了青楼里 尤其是我堂哥和我堂弟 一个胡作非为 一个精明算计 都不是省油的灯 我堂哥是我三伯家的儿子 上梁不正下梁歪 父子俩都是蛮横霸道的浑人 不是强取豪夺 就是撒泼打滚 连自己的妻子都能打成残废 更别说别人家的女人 如今他们一家人过得捉襟见肘 常常来我家闹事额前 我爹活着时勉强能震慑住 如今我爹不在了 我还真对付不了 这位无法无天的堂哥 我堂弟是我五叔家的儿子 同样上梁不正下梁歪 一家子都很会算计 我五叔曾仗着我奶奶疼他 强行从我爹手中抢走了 分给我爹的祖业 如今他儿子见我家没有男丁 一心想抢夺我家的家业 他没有我堂哥蛮横 但比我堂哥会算计 一不小心就会陷入他的圈套中 我娘是个老实本分的小妇人 只会打理家务 并没有插手过外面的生意 我虽从小跟着我爹学做生意 但到底是个没出嫁的年轻姑娘 两个姨娘都不顶事 一个儿子去世后变得疯疯癫癫 一个只会臭眉打扮 此时此刻 家里确实需要一个能主事的男人 但这个家毕竟是我和我娘的 我不能引狼入室 必须仔细挑选 时间紧迫 我一下子到哪里去找个正直善良 有能力的好男人呢 幸好 我爹有一个结义兄弟 帮我介绍了一个靠得住的好男人 说他身强体健 刚毅坚韧 不但能打 还会做生意 这男人的母亲病得很重 急需一大笔钱治病 只要我能给得起聘礼 他便来当这个上门女婿 我毫不犹豫答应了 立刻派人将聘礼送过去 只等着男方坐着花轿进门 我对外宣称 我爹病了 需要冲喜 所以才匆匆迎娶上门女婿 成亲那天 花轿临门 我掀开帘子迎接我的丈夫 却发现情况不太对 轿子里的男人穿着大红洗服 盖着红盖头 表面看上去一切正常 可仔细打量才发现 他无力地靠在轿子里 连坐都坐不直 他的身形怎么看都算不上 恐无有力 反而有些绵软柔弱 捂在胸口的手 虽骨节分明 却白皙修长 怎么看都没安全感 我钻进轿子 轻轻掀开他的红盖头 瞬间愣住了 这哪是什么 孔无有力的健壮男人 分明是个 奄奄一息的俊美男子 不是 我那孔无有力的上门女婿呢 饥食如玉 猎松如翠 狼艳独绝 是无其二 这男人长得可真绝了 光洁白皙的脸庞 透着棱角分明的冷峻 长而微卷的睫毛下 是一双幽黑发亮的眼睛 此时此刻 这双眼睛半睁半臂 却从中透露出危险的光芒 令人不敢低视 我被她的眼神吓了一跳 但还是鼓起勇气问道 你是谁 为何会在花轿里 我男人呢 美男子看了看她身上的喜福 皱眉想了想 艰难地说道 你男人后悔了 不想当上门女婿 便打晕我 将我塞了进来 她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便忍不住咳了起来 鲜血从她嘴角流泻而出 红得刺眼 她用洗服袖子擦了擦 更无力地靠在轿子上 呼吸沉重 面色苍白 随时可能晕死过去 我傻眼了 我那孔无有力的上门女婿 竟然拿了我的钱后 又反悔了 这算哪门子的靠得住 好歹塞个正常健康的男人 给我呀 竟然塞个半死不活的重伤者 宾客们都在外面等着呢 我如今到哪里去找个 孔无有力的上门女婿 眼前这男人 虽然奄奄一息 半死不活 但好歹是个货真价实的男人 不知道能不能帮我应付过去 我一边嫌弃地打量着她 一边去包她的衣服 想看看她到底伤在哪里 还有没有救 没想到这男人的警觉性还挺高 我的手还没碰到她 便发现她的手臂突然动了动 我还没看清她做了什么 我的脖子上已经压了一把短刀 她一手拿刀抵着我的脖子 一手从怀里摸出一叠银票 沉声问我 你想要钱 还是要命 这把短刀很锋利 只要我稍稍移动 便会被无情地割断脖子 我很害怕 身体移动都不敢动 嘴巴却没闲着 要钱怎样 要命又怎样 美男不达 我发现她握着短刀的手 在微微颤抖 眼睛也慢慢闭上了 看来 她支撑不住了 我抬手握住她拿短刀的手 一点点将短刀移到一边 见她无力反抗 这才笑道 我想要你 行不行 说着 我一把夺下刀 扯开她的衣服 发现她胸前有一道很深的伤口 从胸口一直蔓延到腰腹 鲜血姑姑地流出来 打湿了李一 若不及时止血 恐怕会失血而亡 我赶紧撕下我的李一 帮她包扎伤口 虽止住了血 却没办法让她恢复精神 你敢要我 头顶传来她虚弱的嗓音 也不知道是惊讶还是威胁 我专心帮她包扎伤口 是啊 你做了我的花轿 便是我的人 反正你现在也走不了 何不帮我一把 就在这时 轿子外面传来我堂哥的催促声 他说宾客们闹着见我的上门女婿 问我还拜不拜堂了 赵如儿 你在轿子里跟新郎做什么呢 还不赶紧将新人迎出来 若耽误了及时 会影响四叔的病情 我都快为四叔急死了 我堂哥岂会这么好心 他不过是急着见我的新郎 顺便试探他的武力值和脾气性格 好看看他能不能拿捏新人罢了 我堂弟也在一边嘲讽 姐 四伯到底有没有生病啊 我怎么看你一点都不着急呢 四伯的房间被下人围得滴水不漏 我们都没办法进去探望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想闷死四伯呢 现在更有意思了 你明明说朝旭给四伯冲喜 却躲在轿子里不出来 也不知道在搞什么鬼 要我说呀 四伯病了 你就应该让家里的男人们当家做主 帮你主事 你看你一个女人弄得一团糟 堂弟的话刚说完 外面便响起一片附和声 是我的远房书办门 他们都觉得我自作主张 不听劝 也不让人帮忙 结果却什么都做不好 让外人看笑话 见着美男子闭着眼睛艰难喘息 根本帮不上我的忙 我一把握住短刀 准备冲出去 凭我自己的能力 震慑这些刁钻贪婪 见缝插针的亲戚们 我刚一动 手腕便被握住了 男人睁开眼 从怀里摸出一张人皮面具 让我帮他戴上 这面具制作得很精良 看上去也很逼真 我觉得他非要戴上这副面具 是因为不戴面具太惊艳 会降低他的压迫感 可这面具看上去虽冷峻严肃 却挡不住他虚弱的身体 也不知道能不能应付过去 戴好后 他让我扶他出去 你确定你要出去 我真怕他这副一推 就倒得模样 会被我堂哥捏扁搓圆 会被我堂弟一张嘴说死 男人拍了拍我的手背 沉声道 放心 我有办法应付他们 我俩刚从轿子里出来 便立刻引起了骚动 人们似乎没想到 这未来冲喜的上门女婿 竟如此不堪 她个头虽然不低 但身形有些柔弱 需要我搀扶着 才能勉强走路 成亲这么重大的日子 新郎竟一脸面无表情 仔细一看 眼神还有些涣散 怎么看都不像健康的男人 大家不禁质疑 我为什么要选个 这样的男人来冲喜 我虽低着头 但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思索着接下来 可能出现的情况 我必须随机应变 竭尽所能地 将这个重要的日子应付过去 我堂哥笑得前仰后合 指着被我搀扶的男人说道 赵如儿 这就是你选的上门女婿 我怎么看着跟小鸡咋似的 哈哈哈哈 看她走路都走不稳的样子 到底是来给四叔冲喜的 还是来给咱家多添一桩丧事的 堂哥本就人高马大 声音洪亮 此刻他存心闹事 嗓门更加响亮 连我都被震得耳朵不舒服 更别说身负重伤的新郎了 我怕他受不住 用力扶住他 他倒一脸镇定 很平静地跟众人打招呼 我堂哥见他镇定自若 很不服气 竟然一巴掌拍向新郎的后背 让我来试试你的身板怎么样 可别一进门就不行了 让这喜事变成丧事 那多晦气 他的手掌宽厚有力 斜裹着呼呼风声 眼看就要拍在新郎身上 我从袖子里摸出短刀 就想刺他一下 给他个教训 没想到我还没动手 新郎的袖子突然挥了一下 只听哀哑一声惨叫 我堂哥扭曲着脸 捂住了手臂 你 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怎么我的手臂动不了了 我堂哥连声质问 额头上腾出了冷汗 我距离新郎这么近 都没看清他到底做了什么 更别说别人了 大家本来想看个热闹 这会儿都愣住了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握着新郎的手 用拇指抹撒他掌心地捡 这才知道他是习武之人 看样子武功还不低 哎呀 这回捡到饱了 哥 你的手臂一定是扭伤了 快去找个大夫看看吧 可别耽误了 跟嫂子一样变成残废 记得等会儿回来喝喜酒啊 我拉着新郎往府里走去 顺便给了我堂哥一个警告的眼神 堂哥不服气 想教训我一顿 被新郎的一个眼神给吓愣住了 好一会儿才善善离去 走进大厅时 我堂弟被门槛绊了一下 向新郎这边倒来 右脚故作无意伸到新郎脚下 眼看就要绊倒新郎 我瞥见新郎脚下变得模糊 只能勉强捕捉到一片残影 紧接着便传来我堂弟的惨叫声 他重重摔倒在地上 双手抱着小腿滚来滚去 嘴里嚷着腿断了腿断了 我赶紧跟大家一起冲过去扶他 嘴里埋怨道 哎呀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都这么大个人了 走路还能自己把自己绊倒 快去看大夫吧 可别耽误治疗 变成瘸子 我无审狠狠瞪了我和新郎几眼 赶紧带着他儿子去找大夫了 我堂哥和我堂弟接连受伤 一个断手 一个断腿 聪明的人都觉得不正常 有人怀疑新郎武功高强 有人竟以为他会邪术 众人嘀嘀咕咕 议论纷纷 虽然心存质疑 但都聪明地保持沉默 在一旁观察这位若柳福封面 无表情的新郎 惯会闹事的两个人都不在了 其他人闹不起来 婚礼一切顺利 我刚扶着新郎走进新房 他便两眼一翻 瘫倒在地上 晕过去了 我艰难地将他拖到床上 解开他的衣服 发现他伤口裂开了 还发着高烧 我赶紧让人去我爹院里请大夫 大夫说他伤口发炎 又失血过多 才会陷入昏迷 吃几副药 再好好休养一段时间 便没事了 送走大夫后 我给他擦身 喂药 降温 换衣服 累得腰都快直不起来了 做好这一切后 我一屁股坐在床檐上 仔细打亮他的脸 人皮面具已经被我接下放在一边 喂过药后 他的面色终于恢复了红润 这男人虽重伤病弱 却能帮我打退我堂哥和堂弟 只要他愿意 他就是我的人 但首先 我要弄清楚他的出身来历 万一他有罪在身 岂不是要连累我一家人 或许是我的眸光太灼热 男人缓缓睁开了眼睛 他用雾沉沉的眸子盯着我 好像我是什么见色起义的恶人 你叫什么名字 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会受这么重的伤 我为他喝了些水 这才追问道 他缓缓坐起身 一一回答我的问题 我叫李淳林 来自边关 回京路上遇到劫匪 寡不敌众 被砍了一刀 我不是什么好人 恐怕会给你带来麻烦 你放心 等鞋止住了 我很快便走 我还没见过 有人自己说自己不是好人的 既然他会这么说 说明他本性不坏 不想连累别人 你伤得很重 大夫说至少要休养几个月 富贵显中求 我现在需要你 不怕你会带来麻烦 若你不嫌弃 留在我家当我的上门女婿如何 我望着她的脸 越看越觉得好看 我很不想承认 我是个好色之徒 可她实在长得太惹眼 若是性子也人善敦厚 实在是上门女婿的最佳人选 她说她不是好人 可我怎么看 都不觉得她是坏人 李纯林邪逆了我一眼 没有一口拒绝 而是扯出几分轻笑 这算是你救我的条件吗 她笑起来更好看 是那种云淡风轻 万事不惧的笑 带着洒脱与镇定 算是吧 那么你答应吗 好 就这样 李纯林留在我家 成了我的丈夫 她帮我对付我堂哥和堂弟 让他们再也不敢来我家闹事 成亲那日 我堂哥吃了亏 一心想报复回来 她故意跑来我家 借钱借粮食 不给就装罪撒泼 我家下人不敢动她 我打不过她 李纯林手里拿着一支竹签 搜得一下定在堂哥当部 冷声说道 再敢来闹事 让你便太贱 堂哥向来欺软怕硬 自知不是李纯林的对手 灰溜溜地逃走了 堂弟以我新婚为由 想要接管我家的生意 我没同意 她便勾连店铺掌柜 准备先斩后奏 被李纯林拎住衣领子 丢了出去 我家娘子自己会打理生意 不需要兄弟你帮忙 你若真的很闲 何不自己去开家店铺 堂弟曾经开过杂货铺 但因做生意不老实 最后只能关门歇业 如今在我家的杂货铺里打工 她本想趁我爹生病 夺走我家的杂货铺 如今由李纯林出手 她不得不安分 李纯林还帮我震慑店铺掌柜们 让他们不敢动小心思 更不敢小瞧于我 无论我外出谈生意 还是跟掌柜们开会 李纯林都会陪伴左右 像个尽职尽责的保镖 她的伤势虽然还没完全恢复 但她意志力顽强 外表看上去跟正常人一样 一点都看不出曾受过那么重的伤 她虽不虎背熊腰 但身姿挺拔矫健 走路步步生微 眼神强势有神 出手果决很辣 无论谁见了她 都不敢轻视 她不怎么插手我家的生意 只偶尔提出些意见 短短十几天 我便掌控了我家的所有商铺 控制了我家的所有财产 这才对外宣称 我爹病重不治 郑重其事地发丧送葬 我跪在我爹面前 泪流满面 一边求我爹原谅我现在 才让他入土为安 一边向他保证 一定会照顾好我娘和姨娘们 族人们虽然猜到我故意隐瞒 我爹去世的消息 就是为了招上门女婿进门 好顺利继承家里的财产 但如今我大权在握 而他们大势已去 在想抢夺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只能暂时做吧 只有我堂弟心有不甘 一直在暗中调查李纯林的身份 只不过李纯林并非本地人 调查起来没那么容易 三个月过去了 我顺利接管了家里的所有生意 成了名正言顺的当家人 但更大的麻烦 却找上门来了 其实 我家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之家 不过有两家酒楼 两家客栈 一家杂货铺 一家车马行 我们这里地处交通要道 往来商骨繁多 吃饭住宿必不可少 有时也需要买些杂货 更换车马等 因此生意很不错 但就是这些财产 也足以让族人们抢破头 因为我们家族人心不齐 几十年来争来斗去 家家户户伤筋动骨 慢慢变弱变穷 如今 整个家族里 我家算是最富裕的了 我爹年轻时 是个雷厉风行的人 又聪明能干 抓住机会 开了一家又一家店铺 他经营有道 为人厚道 要求每一家店铺 必须货真价实 同所无期 不但积累了好名声 也积累了好人脉 来来往往的商人们 都喜欢来我家的酒楼吃饭 到我家的客栈歇脚 雇我家的马车 买我家的杂货 虽然这里也有其他店铺 但生意总归没有我家的好 虽然我爹讨厌族人们内斗 但也会尽力帮助族人们赚钱养家 他雇佣族人在店里帮忙 结果族人们要么偷奸耍滑 要么中饱私囊 我怀疑我爹突然病重身亡 就是被这些人给气的 现在我当家做主了 更愿意聘用外地来的打工者 人家更勤劳能干 也更老实本分 前段时间 我把堂哥和堂弟都给赶走了 因为这两人 一个偷奸耍滑 一个野心勃勃 不断试探我的底线 越来越无法无天 我不想跟我爹似的惯着他们 甚至恨不得跟他们断绝关系 你这样虽然解气 却会招致憎恶 还是让些力给自家人吧 省得他们暗中给你使绊子 更防不胜防 李淳林在这里 为我堂哥堂弟着想 他们两人道好 竟然联合起来 将李淳林告到了衙门里 我堂弟不知道 从哪里弄来一套血衣 说是李淳林留下来的罪证 我明明已经将那身染血的 洗服烧掉了 怎么还会留下罪证 后来才知道 是我家的一个下人 喝醉酒后被堂弟套了话 泄露了李淳林曾重伤的事 有人报案 衙门自然要派人调查 我堂弟买通衙门里的补头 故意诬陷李淳林 说他是朝廷通缉的逃犯 怂恿补头将他抓到牢里去 我赶紧让李淳林逃走 逃得越远越好 本地支府衙门有个外号 叫做阎罗殿 但凡被抓进去的人 无论有罪没罪 都得被包下一层皮来 甚至很多人 还会落下终身残疾 李淳林的身体才刚刚恢复 我可不希望他再弄一身伤 李淳林并不惧怕支府衙门 一心担心我的安危 你为什么不把我交出去 我一旦逃走 你可麻烦了 我很高兴李淳林如此关心我 你帮了我 现在轮到我帮你 有恩不报 还要出卖你这种事 我可做不到 李淳林一把握住我的手 不肯逃走 你救了我 我才会帮你 你并不欠我什么 若我就这么逃了 岂非对不起你 自从进门后 李淳林都在刻意 跟我保持距离 并不想长长久久地待下去 这还是他第一次 主动亲近我 我不得不狠心推开他的手 将他推到窗前 你放心 我现在已经掌控了局面 有办法应付官府的人 你快走吧 你若留下 我会更麻烦 李淳林翻出窗外 丢给我一个物价 如儿 谢谢你 我伸开手一看 竟是他一直戴在大拇指上的 授纹班纸 他曾说过 这班纸是他父亲 留给他的遗物 虽不名贵 却意义重大 没想到 他会把这个留给我 这是不是说明 他以后还会回来找我 官府的人 没抓到李淳林 更加认定他是逃犯 便迁怒于我 我学了多年经商之道 怎会轻易就范 一边派人去给知府大人送礼 一边揭穿堂弟和捕头之间的交易 我堂弟虽然精明 但没有我有钱 论走关系 自然是我胜出 我找来我爹的结义兄弟作证 证明这上门女婿是假的 我被他给骗了 知府拿了我的钱 又没抓到所谓的逃犯 这件事自然不了了之 李淳林走后 堂哥和堂弟 见我家没了男人 又来争夺我家的财产 但是现在 他们已经斗不过我了 我不但在家里 建了隐秘的金库 将值钱东西都放了进去 还让李淳林 帮我训练了一批护院 无论谁来我家 都别想占到半分便宜 至于我家的店铺 我私下跟知府达成协议 我给他送钱送物 他负责保护我家的店铺 知府知道我堂哥和堂弟 都不是经商的料 不指望他们能给他什么好处 自然选择跟我合作 从我这里牟利 只要有人赶来我家的店铺闹事 我便会立刻报官 寻求官府的帮助 将闹事之人抓起来 经过几次府补牙大牢后 我堂哥和堂弟彻底老实了 再也不敢来招惹我了 但知府的胃口却越来越大 竟想参谷分红 从我这里赚更多钱 做生意本来就是这样 需要打通很多关系 以前我爹也没少给知府好处 如今这知府妻我是女人 胃口越发大开 我没有立刻答应 而是暗中寻找更大的靠山 试图摆脱对知府的依赖 我带人去给本地的驻军统领送礼 本想换取驻军统领的官兆 没想到驻军统领被召回京了 新任统领还没来到 副统领不敢收礼 怕新官上任三把火 利用他这个错处立威 我又要经营店铺 又要打通关系 每天都很忙 身心都很累 但我一样一样认真去做 凭自己的能力养活我和我母亲 有时候 我也会想念李纯林 毕竟有他在我身边时 不但能给我外在的帮助 还能给我精神上的支持 但现在我连他在哪里 在做什么都不知道 又怎会期盼他回来我身边 这天晚上 我刚从店铺回来 便瞥见一道韩光 向我劈来 我下意识跳到一边 韩光劈在了地上 跟在我身边的两个护院 立刻将我挡在身后 跟袭击者打了起来 我仔细一看 这袭击者竟然是我堂哥 他喝醉了撒酒疯 拎着柴刀来劈我 骂我心思恶毒 不念亲情 竟然想饿死他一家子 明明是他偷奸耍华不干活 还撒泼打滚乱额钱 怎么成了 我想饿死他一家子了 就因为我叫他一声堂哥 就要养活他一家子吗 赵世平 你疯了吧 有本事自己赚钱养你家人啊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简直快被这个混人气死了 忍不住骂了他一句 赵世平更加疯狂了 吼叫着朝我扑来 两名护院虽有些伸手 但他们拿的是奇梅棍 而我堂哥手里握的是一把 磨得蹭亮的大砍刀 打着打着 两名护院渐渐力不从心 且战且退 最终逃到了一边 他们只是来挣钱养家的 并不想英勇就义 我的性命 哪有他们自己的性命重要 眼看堂哥的大砍刀 就要砍在我身上 我伸出左手去挡 然后右手从怀里摸出短刀 我豁出去了 既然逃不掉 那就牺牲左手 跟赵世平拼命 我就不信凭我这几个月练的武术 杀不死这个喝醉酒的混蛋 突然 一道黑影插在我们中间 挥手便将我堂哥连人带刀 一起打飞出去 我惊魂未定 捂着砰砰直跳的心口 颤声道 多 多谢侠士 来人转过身 露出一张好看到张扬的脸 娘子 别来无恙 竟然是李淳琳回来了 我顿时松了一口气 顺着墙软倒在地上 李淳琳将我打横抱起 向上颠了颠 笑道 上次你扶我进府 这次我抱你回家 娘子 你说 咱们是不是特别有缘分 这次回来 她跟之前有些不一样 许师身体也完全恢复了 眼睛更亮了 笑起来坏坏的感觉 说起话来 却无比温柔 我在她怀里 看着她的眼睛 听着她跟我说的话 竟浑身酥麻 娇羞起来 后来我才知道 李淳琳去我家 找我没找到 又去店铺打听我的行踪 这才一路追来救了我 否则 我和堂哥 还不知道要两败俱伤到什么呀 你怎么回来了 不怕官府的人抓你了 我靠在床上 握着李淳琳的手 笑着问道 李淳琳干脆将我搬到床里面 自己坐在床檐上 笑道 我本来就不是逃犯 又怎么会惧怕官府 上次之所以匆匆离开 是因为有些事 不想让官府的人知道 原来 她根本就不是什么逃犯 而是朝廷派去边关的 御前侍卫副统领 陛下怀疑 朝中有人与敌国勾连 却一直找不到证据 所以才派身边人出手 李淳琳之所以被追杀 是因为她在边关掌握了某位王爷 与敌国勾结的罪证 胸前那道可怖的伤口 是王爷安插在边关的副将砍的 他没有防备那名副将 才会被砍成重伤 逃亡路上 我那恐无有力的上门女婿 见她半死不活的样子 便打起了歪心思 将她塞进轿子里 她这才阴差阳错地来到我身边 养伤期间 她一直戴着人皮面具 不是为了增加威慑感 而是为了隐藏真实身份 不让王爷的人抓到 从我家逃走后 她遇到了接应她的人马 成功回到京城 揭穿了王爷的阴谋 陛下奖赏我 让我在京里当官 我拒绝了 自请来这里当驻军统领 你知道为什么吗 李淳琳抬手放在我肩头 微微顿了顿 见我没有躲 这才放在我肩上 慢慢将我搂到她身边 我靠在她胸口 明知故问道 为什么 李淳琳见我这么不诚恳 捏了捏我的鼻子 因为我的妻子在这里 我要回来继续当她的上门女婿 只是现在 我想问一问我的妻子 今时今日 你还想要我吗 对上她诚恳认真的眼睛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要 当然要 这么好看的男人 我怎么可能不要 最重要的是 她愿意来这里陪我 足可证明 她对我的感情 既然她有言有情 我自然不会放过她 说好了 这上门女婿要当 就要当一辈子 永远都别想离开 我既然自愿上门 便永远不会离开 赵如儿 我认定你了 后来我也问过她 京城里的官家小姐那么多 比我好看 也比我懂得多 凭你的地位和相貌 肯定有不少贵女想嫁给你 可你为什么偏偏选择了我 还接受做上门女婿呢 她说 她自幼父母双亡 她是被叔父养大的 她叔父在京城 也是个不大不小的官 又有儿有女 对她这个侄子并不上心 从小 她没少被自己那几个 堂兄妹欺负的 所以 她自小就对官家小姐少爷 没什么好印象 他们总是高高在上 从来不在乎别人的感受 虽然个个锦衣玉食 打扮得光鲜漂亮 但在她眼里 还不如街边卖豆腐的 让人踏实呢 而她在看到我的第一眼 就觉得我想卖豆腐的 后来更是发现 我不但精明能干 还很有勇气 为了保护家人 敢独自对抗那些无赖亲戚 我称她 我才不是卖豆腐的 我可比卖豆腐的厉害多了 她赶紧笑着说 对对对 娘子厉害多了 而且娘子长得也比他们好看得多 我忍不住哈哈大笑 她又说 那天她被塞进花轿的时候 还虚弱地想 不知前路是福是货 但没想到 她大难不死 这是老天爷给她的后福啊 我说 我莫名其妙死了爹 又来那么多虎狼亲戚 等着分我的家产 没想到 家产保住了 还得了她这么个厉害 又俊朗的夫君 这也是老天爷给我的后福 我们相视而笑 她眼里 盈满了幸福的光 我将手搭在她的脖子上 告诉她 以后要生两个儿子 一个跟我姓 一个随她姓 她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她看着我 我点着头 回给她一个大大的微笑 她激动地将我抱起来 转了个圈 现在就要 现在就要跟娘子生孩子 红杖落下 烛火摇曳 她温柔地附上我的唇 这就是最美好的人生 我将也能做到 然后再唱她 选择